Hello 我是Ellen Zhang 張順剛 本身是香港收藏家協會的會長 我們搞今次的活動 都是緣繫於電車 尤其是No.120的 我本身從1988年開始 就已經開始鍾情於電車 自從1988年開始之後 錄了一輛電車的 無論是網信片 相片 車飛等等 我都開始陸續收藏 出了很多本書 單是電車有關的 我應該出了三本 之後搞一些活動 都是跟電車有關的 在偶然機會 都是最近這一兩三年 就認識了我左手的三位朋友 所以這次的活動 都是因為電車 而我們聯合了我們的友誼 Hello 我是Jimmy 遠繼真 我小時候 大學開始之後就追上電車了 因為電車就很代表到香港 到近這一兩年 就開始發電車了 稍後就會再詳細和大家講解 因為兩年前一個電車展覽 就認識了Alan Zhang 其實我們再早些 04年其實都認識了 不過那時候 之後大家無聯絡 直至2017年 有一個大型的電車展覽 她是其中一位嘉賓和講者 再有機會再認識她 然後繼續有聯絡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rcedes 彭尼斯 我是2018年 世界華貴小姐冠軍 也是2017年 世界旅遊小姐 香港區的冠軍 同時間也是 這間咖啡店 其中一個合夥人 對 至於為什麼會和在座 這幾位前輩同坐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 和電車都很有關係 我兩年前 是不是兩三年前 兩年前 2017 2017 幫香港社交協會 一個活動 丹林思怡 亦在那個活動 認識了 和電車上 因為一個品牌 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就認識了Jimmy 因為原來是 那輛電車 他覺得那輛電車很特別 就來了這個活動三次 因為那個活動是兩個月 每個星期三次去進行 我就覺得 這位先生這麼熟面 又是你 就這樣開始談 為什麼這麼喜歡上來 這輛電車 我從來 從來 其實我本身是 測能師 為什麼認識到 Ellen Zhang Ellen Zhang 本身是測能師 其實我們在學會 有些活動認識 他也是當時收藏家 電會的副會長 他就當時介紹了很多 他的收藏品 包括他的電車 也都在2014年 他就幫學會搞了一個 開篷電車的遊覽 那時候參加完之後 就覺得很特別 後來就在2017年 有一個展覽 就認識了明師 他就開始做私藝 我們都提醒了去做 我們學會和其他學會 公司的賣獻做私藝 那一路就認識了他 跟著呢 就找了他做宣傳牌事 合夥人 他去年又很聰明 又在年底做了一個 拿了一個選美冠軍 今年年後 拿了一個唱歌冠軍 那電車方面 因為我搬了 在這裡 因為舊子開了公司 開了這個咖啡店 就多了時間來這裡 那我發覺呢 搭電車 就有時候 比你搭地鐵更快 所以 我電車的機會多了 那我見到 Jimmy 就經常都畫好一台車 那我見到 我就 口面見口 就叫他 可不可以畫一張給我 那這次一張 是應該的 很少有 那我就很喜歡 這張 電車的畫 畫不為超為妙 好像本人 可以駕駛本 做回這個表情 其實這張照片 這個畫 幾個月前 他們來到這裡 大家有講歷史 講那些 舊時 香港歷史的情況 對 那我在看這本書 又見到這張照片 那Jimmy 就拿著雙手 畫了這張畫像 而這本書 就是張先生寫的 張先生的書 以前出版的書 有雅姐頭 穿上個 沒有跳轉 就是這個樣子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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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兩個比賽的經驗 那選美先 那其實我 過去那一兩年 都繼續玩不同的比賽 包括就是模特兒比賽 和國際性的選美 也是代表香港 就是出去出賽的 那我覺得 可能香港女生出去國內選美 可能又不算是很多 那我都希望可以代表我 香港這個我出生地 和成長的地方 那就可以在海外 有一些成績 那就可以回來 那可以對外 那樣宣揚回香港 其實在國際選美 其實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還有可以 同時間又認識了 就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仔 其他佳麗 那就去 聊一下 其實原來他們 對美的看法 或者是 對選美的熱誠 是有什麼 這件事的一回事 因為以我所知 他們對於選美 是非常認真地去對待的 甚至是很多 我當時選美的佳麗 是有自己的選美學校 他們會訓練一些小朋友 包括由小學到大學 都是訓練他們去玩這個選美 因為原來他們 譬如南非的佳麗 原來當地選美 是一件很大的城市 他們是每個禮拜 可能起碼有七至十個選美 每個禮拜有七至十個選美 所以我的朋友 南非的佳麗 由朝九晚九 每個小時 都在教不同的人 去參加不同的選美 然後我就 有 香港好像沒有什麼 專教選美的學校 可能Catwalk的訓練學校 就有 但是選美學校好像比較少聽 所以接下來也希望 在這一方面 可以做到相關的事 至於唱歌方面 其實唱歌 其實從小到大都喜歡唱歌 試過小小時候 可能小三小四左右 先斬後 就瞞著媽媽 出去報了一些合唱團 因為我那時候的心態 是未必取錄的 所以我就去面試 誰知道取錄了我 然後我要交團費 那怎麼辦呢 就說媽媽 我參加了這個合唱團 收了我 我可不可以參加 喜歡唱歌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這樣 這個肯定的 因為其實電車總交通工具 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icon 而之後 雙層電車 其實只有香港 現在還在運行 其實外國很多電車 其實都是作為一種 旅遊的交通工具 就 不是說服務大眾 但是香港 除了可以做旅遊宣傳之外 亦可以給大眾 就是一般普羅大眾市民 使用 其實都是幾難得 就算譬如有些地方 歷史悠久 我們譬如英國 其實很多地方的電車 都淘汰 反而我們 還有電車都在走 還有特別的地方 就是 這種交通工具 你可以看到不同 跟年代的型號 還可以同一時間 就是在走 所以這次的 topic 為甚麼選擇這個三代同堂呢 因為更適合 張先生 我和美思 其實 如果在古時候 其實剛剛好 是三個不同的 generation 是的 所以 大家都跟電車很有關係 所以 因應這樣 就有這個三代同堂 這樣的 三代電車愛好者 是共享時光 甚麼共享時光 那是共享時光 那是報名思義 那這間咖啡的名字 就叫Coffee Moments 然後翻譯中文 就是 時光 雖然它 就是official 沒有中文名字 是的 但是譬如這些字 其實我都是在 他們之前有一些分享活動 是 張先生在這裏搞一些收藏 其實有些字眼 其實我都是 放回去 那盡量 看看怎樣 譬如這一張 就是最近先畫的 特別給這個活動 那就是 就看看咖啡店 怎樣跟電車 和香港的文化 可以拉上關係 是的 那譬如見到 這裏就是 這間 TheCoffee Moment 其中一個 我剛才未知 都比較欣賞的 這個 牛油果咖啡 是的 那我之前 都有試過 都很好喝的 那然後呢 這個咖啡 跟著就 牛油果 當然是牛油果咖啡 然後開始 就延伸到 張先生的收藏品 譬如電子車票 你可以看到 Paul 拿著 張先生的 其中一本書 就是 最近出的 2017年出的 有雅姐頭 那美斯 就以前 其實 TheCoffee Moment 上年好像7月21號開幕 那時候 美斯都已經是 單任這個宣傳大使了 那現在就更加 更加 更早一步升 他做文化拿 是的 好厲害 一幅畫 可以聯繫 在座這麼多人 和這間咖啡店 哈哈